我在等待我的醫生的職員 然後他們說我們回到房間 把門關掉 我們只聽了幾個槍擊 美國芝加哥唐人街的慈愛醫院 經傳槍擊事件 當地時間週一下午三點半左右 有槍手先後在醫院外的停車場 和院內開槍 目擊民眾表示 至少聽到六到七聲槍響 你說有血在裡面嗎 在主門口 有一個槍手還是有一個槍手 我們不可以看到 但我認為有一個人 他們也在進入辦公室 手裡抱著孩子 剛經歷九死一生的年輕媽媽 驚哄未定 原本應該是守護生命的醫院 竟然成為槍手的目標 警方表示槍手已經死亡 目前不清楚 刑犯是在與警方交火中往生 還是自己舉槍自禁 芝加哥警方已經立即撤離院內人員 並封鎖慈愛醫院 以及附近幾個街區 全面展開調查 大家新聞 黃靜彤編譯 你可以買下廊 遇上二一頭卡